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蚂蚁金服张勇 然后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议题的话 是有效并且可靠的管理 大对模K8S机群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我是来自于蚂蚁金服 然后启总部的张勇 在内部的话我花名是苍末 然后我在蚂蚁的话主要负责蚂蚁的PAC平台 还有它现在的就是K8S机群的自动化运营系统的设计和研发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分享里面的话 我会从这几块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 首先第一部分的话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蚂蚁当前的这个机群的现状 然后和我们做这一套管理系统的一个动机 或者说是我们一个目标 然后接着的话我会给大家去详细的去介绍一下 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套管理系统 它的一些设计思路 其实也是说我们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 一些设计原则 然后更进一步的话 我们会详细的去介绍 我们这个设计系统这个管理系统的各个模块 它们的分工和它的设计实现 最后一部分的话会有一个QA环节 然后在我接下来的分享里面的话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最后一个环节来提问 在正式开始之前想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调查 在座的话有创建过K8S地群 或者说有相关的一些认为或管理经验的同学 大家可以举一个手 谢谢大家 比我预期的要多很多 所以大家肯定还是对这一块还是比较了解 所以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集训运维各种坑 还有各种空间 应该大家都体会过了 所以这个的话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样一套系统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就带着大家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去藏的这个坑 好 第一部分的话 我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蚂蚁的当前那个背景 现在K8S的话在蚂蚁的生产已经大规模使用 大规模 那我们规模到底有多大呢 目前的话我们在生产上面的话是有几十个K8S地群 然后鸡群的节点数量已经达到了万级别 那这个规模的话 这个说是这两个数字 那么这两个数字带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那么首先它是一个分布式系统 那么极群这个分布式系统的话就会遇到各种移植性问题 还有说就是说节点的一些故障 甚至这个故障的话或者说硬件故障 也是常态发生的 那我们在这个极群这个设计之初就应该是变向失败去设计的 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规模带来的问题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极群上面蚂蚁的核心业务全部都已经跑上去了 那么已经达到了几十万个层的这样一个级别 每一个数字中心有这么多节点 其实它的那个造价 或者说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那么之前的话说是降低成本 我们首先会考虑到的是我在调度层面上去解决 那其实在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场景之下呢 已经不仅仅是调度要去解决了 那我们需要保证我们在这么多节点上 极群的这个可调度的节点必须要达到很高的这个在线率 如果说你极群里面某个节点故障 它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恢复 那么它其实是资源在浪费的 那其实它就是一种原的形式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蚂蚁当前遇到的这个规模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要做什么 首先第一部分的话 我们是要去把我们管理这个极群的这些 极群的顺便周期 然后它自动化起来 比如说我们的创建极群 销轨 极群的升级 然后节点的一些托托容 这一部分的需求 我理解它是一个钢需 就是一个钢性需求 因为我们每一个接触到K8S的 必须要去把这个问题给自动化解决掉 突然是有一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事情的话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极群里面面向失败去设计 然后要做到这个节点的故障自愈 这一部分的话我定义为提升幸福感的事情 因为集群的话每一天 每一天的话都会有很多的节点和失败 就是会出现硬件故障 甚至说我们的那些 K8S相关的一些组件的不异常 那这个的话不可能说让我们人工 然后动作继续去修复它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做到节点的故障自愈 然后第三点的话 其实是变更可控 前面也有提到 蚂蚁金服是一家机动公司 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可用性 以及说我们的变更的这个对付的这种影响 必须要是可控的 这个的话是我定义为命迈的一点 我们所有的运维操作必须要安全可靠 那么这个的话其实说 是我们在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 这个出发点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然后介绍到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以及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做了 首先在介绍我们具体做的工作之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个里面设计的一些 或者说技术选行的一些思考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们传统的有很多的运维系统 全部都是命运式的 其实这个地方说命运式 并不是说命运式不好 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命运式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任何的一个操作的话 都是一条指令 都是一条命令去执行它 所以说我们会经常的说是运维操作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类似一个操作 它要去实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集权当前是有一个状态 然后我现在要去做一个变更 然后我会去告诉他我的集权这个变更之后 它会是达到什么状态 不仅如此 我还要告诉他你一步做什么 然后第二步做什么 就是这样让它总结起来的话 它会去干涉到你那个系统的设计 它不仅告诉你我的结果是什么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该怎么做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首先它第一点 它没有办法就是说保证到 我们这个系统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如果出错 错误了 可该怎么处理 一旦在这样的设计模式之上 我们去把这个东西夺合进去的话 它这个操作的过程中的分支就会特别多 然后第二点它其实就是说 我们一旦说未来我们的系统参发生演进 或者说我们的那个底层的技术设施发生变更了之后 反应中的模式我们的这些步骤之间 是不是又有非常非常强的关联 那么用户的话它已经侵入到你的技术设施实现了 所以在这种方式的话 在我们后面的这种设计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选情使用的这个声明室 然后声明室其实就是K8S提倡的这个 比如说现在云南生上面的一些一些概念 就说我们的话首先会去用户呢只会去定义 你这个集群的中态是什么 他并不care你怎么去把这个状态发生变更的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实现的话是放在这个control里面 当用户指定一个中态之后 然后呢很多的他会去实际去比对 集群当前的状态和你指定的中态之间 是有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呢他就做执行相应的变更 然后让这个这个当前的状态区域中态 然后这个跟我们日常呢其实我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现在是之前的话就会很多的敲很多的命令 那我认为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什么这个命令式的 那你看我们现在写的很多circle 其实他并没有说我这个circle 我只描述了我需要什么样的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满足哪些约束条件 但是他并没有说你怎么样从数据库里面把这些数据给抓出来 然后怎么样去有效高效地去把这个数据抓出来呢 是由我们设计部的执行引擎去实现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我们采用声明是 其实就是配合的这一点就是说用户 他只要去关注这个状态的变更 然后怎么样去发生状态的变更 这个执行引擎是由我们来设计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去降低用户去使用这个平台 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前面提到我们要去做护装自律 那其实我们之前经常会去拿这样的一个比方去比 比于我们那个我们的线上的这个生产系统 我们会说我们的生产系统是一架持续飞行的飞机 然后呢如果拿这个做比例的话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飞机在遇到这个气流颠簸的时候 能自动的调整自己的飞行姿态 然后平稳的过去 那么对应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飞机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集群 然后呢这个干扰就是气流干扰这些东西呢其实对应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网络的问题 我们的硬件故障我们的组件的组件的异常甚至说我们的一个bug都可以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持续的去监测我们的机群 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去监测机群并且我们需要去设计一个控制器 能够去保证到任何的这个状态的不一致我们都能把它修复掉 然后保证我们这个机群的倒退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这样的话这样一张图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经典的那个 控制理论里面的一个复盘馈的一个闭门的一个闭门的控制系统 然后我们不仅是说我们在整个系统的图面上是这样的一个闭门 我们在每一个组件每一个小的模块里面我们都牵入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 最终的话我们实现就是说任何的一个小的模块它都是闭门的 然后每一个很小的闭门的系统然后再在上面带购这个闭门 就是一个多闭门的这样的一个移草管控系统 讲完这个之后的话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哪些事情有哪些模块 好第一部分的话是我们的这个cluster operator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组同学去年的话有在服务堂上有分享过 然后的话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蚂蚁几十个这样的集群的话 会对应到就是屋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业务集群 然后业务集群的这个创建它的生命周期的话我们是由一个原集群去管理的 我们的这个cluster operator其实就是屋主在原集群里面 然后呢它也是通过一个cluster CRD的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每一个业务集群都会对应到一个cluster CRD 然后它对这一套方案的话其实其实很多公司包括开源上面都会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方案的话其实叫库布恩库 就是用Kubernetes去管理Kubernetes 就是算是大家摸索出来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案了 然后呢它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话也是通过class operator 去watch CRD 然后比较业务集群的实际状态 如果发生不一致 然后就让他们去做一些变更 和做一些 action 让他们去达到中央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在节点这一块 所以下面的话我会重点介绍节点这块工作 节点这一块的话我们取的名字叫machine operator 因为我们的一个节点就会对应到一个machine这样一个cd 然后节点上面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部分的话我们是会要去管理节点上面最底层的像os 然后kernel patch 一些东西 第二部分的话我们要去管理上面的Kubernetes相关或者容器相关的一些相多 然后Kubernetes这些东西的组件的安装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刚才我们也简单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多闭环的这样一个控制系统 那么我们需要去协调每一个闭环之间的关系 然后让这个节点处于一个最终的一个中态 然后第一部分的话会重点去介绍一下 第四部分的话会重点去介绍一下 第四部分的话主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实现这个节点的这个固壤的治癒 希望能不能使用的 能不能使用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经营的 这个可能会比较细节 大概的话就可以看到 在我事情上面我们是描述了 这个节点 然后我们在这些运输的 然后我们在这些运输的 这些运输的 这些运输的 整个组件的版本 所以我们在这些运输的 这个运输的 作为我们的手机 的运输的 它的运输的 这些运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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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这些运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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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这些运输的 或者是复币的 那么加快 这些运输的 这个运输的 这些运输的 we have a general status when this phase is running it means that our node is normal can be caught and also the other is readiness gate this means that on this node all the small enclosed cycles when all the status are normal this defines the node to be normal as well so next I will just choose the node final state management why we have this kind of need but as we said at the beginning the need is simple we just put some packages then we found that we had a larger and larger cluster with larger and larger need for example on this node I will run admin send to collect the logs or I have to run another component to maybe to configure it so how can we do do we have to expand the machine and write the logic into machine operator we didn't do that because we follow the Linux design philosophy we think a machine only need to do one thing so we put all the other things and put them in different controllers for example if it's responsible for configuring certain components but at this you can see there's a need because for this component I need to finish the configuration and before you start to call it or before your deployment so what we do for every component will be we use configure map so for every element it will correspond to a configure map if it reaches a final state then I will write down say okay this component is okay and also there is you can see what configuration I should put there is a priority level for here I will say that on this node I have to configure a demo set for log collection so the machine will know that it will read the status in a configure map and then synchronize it on its own status and it will see if it is ready if it is ready then it will lock on this node and there will be no kind of scheduling on it so through this decoupling process the controller is only responsible for one thing and it was the minimum cost and the machine and cooperate with the machine controller and in terms of self recovery you can see what kind of failure one is hardware failure let's say for the physical machines we have power failure hard disk failure even the motherboard could have issues so these are hardware failures the second is component failure for example we could have software bugs so we will have component crash or component panic or we could have run configuration the third is resource end let's say if my machine is okay but I could have exceptional load note efficient storage or insufficient disk space so these are all failures that need to be recovered so for these three types of failures yes of course we have to discover the failure in terms of failure discovery and this is what we do so for all the failure and we will send to an incident center and this incident center does not only collect these failures in ant finance and in incident center there is a lot of incidents registration you can see it as like a midware for incidents so we just enable it and the first part the first step is that you can see there is an NTP NTP module module and we do some enhancement on the module so it does not only scan for malfunctions but it will also probe and monitor whether the components are operating normally so it will do it so it will do like a health check for every component so this kind of testing model we call it agent method but agent could go down as well so what we do so we there is an active or voluntary monitor or probe so we can use this to probe for any issues it's a remote access it's like a remote access on top of it we also have if there's some failure we cannot actively probe for it with such a large cluster scale sometimes it's still quite difficult to find the male functions if the bug result in the system harm we can do a report manually once this male function is reported then our operators for the cell flow recovery will process and fix it you know and finance once our scale is up we have a lot of applications that we need to renovate because we are a legacy system so in this process we did a lot of compatibility work to make sure that the old ones can be compatible with the new site so the first what we do is we didn't adapt the communities to drain the node we put it on a tent and second is that we also put some flag on pod so this makes us so the pass at the operation level will migrate this flag to pod and then and then and also when we started maintenance we will initiate different maintenance process so here i listed some processes for hardware some for software maybe for hardware and we will have to replace that the dml function the model module module on the machine and also reinstall the system etc and for the component failure we also have some process like some component because of memory issues it will crash so we will reboot the component which is not listed here in the future we will also use some cloud resources and it will be not something like this we will create a vm for online services or cloud services so but basically the process will remain the same and once we finish once we finish we will start scheduling so we've talked about the design of the modules but they are all single node so how can we trust its reliability i think that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e risk prevention issue that we have to think about so i also want to say that for any kind of distributed cluster especially on every node we could when we initiate oper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chain exchange all of our operators all the points that initiate this change should make inquiry to risk prevention center to our risk evaluation center the risk evaluation center will evaluate the inquiry and deny some of the inquiries and sometimes we also do latency termination on certain cluster for example we can say that this function malfunction ratio is like what what and if some day when we there is a bug with the malfunction issue they found that all of your nodes is malfunction so does that mean that it could kill all the pot on the anti-finance no because all of our inquiries will enter the risk evaluation center and this module was like the last defender and for risk assessment this is only an illustration the source of its evaluation the source of its evaluation is like like our incident center our monitoring center and they will use current restriction policy to finish the risk assessment so that's all for my sharing you can scan my WeChat for you can scan my WeChat to contact me so it cannot meet all the needs and let's say if it cannot we use stalker posh if you detect its interface is connected with the tsunami its businesses is connected so we could run some directives etc we have also mentioned because the agent could crash so we will have external tests external inspection and also we have like hardware failure and the hardware failure is on the IDC lab phone and some are fence issues or power issues so all the incidents will be converged as there does 所以当团结的比如说 tung点 двух territory 看起来宽运和招活公团…" 就是霸击攻击输球的 revelation 空运? 你可以用福利党的整体讯 汽软的手法等 大量有无法 planner的课程 虽然无法导致可能被人adoel 了什么… A악 是Mipo, or what? 它是自造的密ware 是是卡卡式嗎? 是自造的密ware 謝謝 您说了 according to what you said that end finance is not running majority of their business is not running on cloud right it's not relevant to whether we run cloud or not like in the sharing and also we also have serverless you can imagine how much we have on serverless which is just an architect or operation or maintenance model it's not relevant it's irrelevant irrelevant 如果我们们是照理的 只要是延传的 不,我们的话 img it run it on cloud 这个应用的东西 我们是在眼光里 它们是暗几日 是不是暗击的 所以你控制了自己控制的 不是,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在外面的话 也是我们现在在眼光上 但是我们现在在于AliWin的话 也是就是我们用AliWin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地方 我们有自己的地方 我们用自己的地方 我们就在下我们上 就是我们再往是用AliWin上 我们在里面的地方 我们在上有一些地方 总我们 因为我们在里面的地方 我非常感谢您做的这个presentation 谢谢您的presentation 我现在大部分presentation 要稍微比较有一些干货 好多的东西 我觉得我会有更多的presentation 比较的presentation 因为很多presentation都说 因为我们不太远 但我们不太远 但你问我自己的时间 我也不告诉你 我回答你 我问题是说 你现在做故障检测的时候 你们会有一个建议这个presentation 你会有一个建议这个presentation 如果你的故障的presentation 是否有一个presentation 如果你的故障的presentation 是否有一个presentation 是否有10分钟 例如有10分钟 然后有10分钟 然后有2分钟 对于我们的硬件 也是做这种议员 因为我们的硬件 也是做这种议员 对于我们的硬件 因为我们的硬件 也是做这种议员 对于我们的硬件 我们的硬件 也有缺乏力 因为它有超过议员 所以我们认为 在一段时间内 我们的硬件 我们的硬件 我们应该这样回答 目前的话 我们是采用社区这种设计模式 我们未来是为开源做的准备 那对于内部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介绍到 我们一些故障的维修的流程 那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用到 但是像故障探测这一部分 如果大家能复用到 就是大家的硬件 可能是不复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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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是不复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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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我们在这些次 我们的次资互 在这些消息的 我们现在把 海领了一个叫 受万凰的 这些维修的 先从我一程 充滿了一個叫AutoHealer的中途 我們有關的講法 我們做的交流 我們已經有關的 在這 Superman produced тому,我們的äl seminology 我們已經開花了一個叫AutoHealer 我們在開花了一個叫AutoHealer 我們已經開花了一個叫AutoHealer 我們進行了一個叫AutoHealer 我們已經開花了一個叫AutoHe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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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 income 就是對這種不感性的話 現在社區就有一個我們也在 成為這個子女士 最後的時候 你可以用刚才提到的MPD,加另外还有一个开源的叫做Dreno, 所以帮你做Dreno,然后再加上,我看这个课程里面提到, 当然你这个资料里面提到,就是用Autoscaler,加上Autoscaler, 在你这个又Dream掉之后,它就变成空了,然后Scaler就可以使用, 这个是一种提供的,如果您感兴趣,如果您感兴趣, 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在这个分享,您可以在这个分享中, 其实主要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些,就是, 所以我的课程是,是为了介绍你一个新的模特性, 或者新的想法,可以帮您的自己的系统。 你提到你命令上的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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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没有用选择, 你没有用选择, 那就是说,我命令上的用选择, 我认为,这两个东西没有选择, 就是说,就是本质的取建, 其实是某一个层次上面的一个滑增而言。 这个是在一个不同的层次, 所以你的LM 系统, 是否支持我们的用选择, 就是我们没有去做这个, 然后我们是有另外一个系统, 它是指使你通过一个中端, 可以到机器上面去查问题的, 但是说,我们是不允许, 通过那种附近, 让机器上面去做变登。 因为这样的话是会更重要的。 这是因为这个业务上的应用选择, 因为这个业务上的应用选择, 就是在这个业务上的应用选择, 就是我们的商业务上的应用选择。 对,是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这种会走得更快一点, 因为把你的内容的容器, 就是容器的内套用选择, 现在是正在往开坏上去前, 然后我们新的这种运维模式, 但是存量的这个的话是在有一个迁移的过程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说在完全K8S上面去构建7S这一套东西 然后同时的话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把我们原来的那个用户系统认为模式 然后迁移到那个7S的方式 所以那件事是更难过 那这个业务认为这一块是有另外的系统 所以在我们这个系统之上的话 去构建了一个稳定和靠的一个K8S集群 然后在这个K8S集群之上 会有最后一个完整的一个PASS集统 然后就用为这个习气包可以达成 就是用为业务 这个会使用成PASS的系统 去帮助我们继续社交易 谢谢 如果我们剩下的问题的话 是不是可以找我微信 然后我们可以现下再继续交流